在雅都立制服務超過25年的房屋經理 親自傳授地毯和浴室清潔瓶布 浴室最麻煩的就是不鏽鋼的水垢以及黴菌問題 不鏽鋼清潔的時候不能使用漂白水 可用含二氧化系顆粒的金屬亮光劑 直接架在海綿上沾些水 用打磨的方式清潔 再用濕布擦拭 乾布擦乾 你看就會是亮晶晶的 霉菌部分只能清潔長在表面的霉菌 若是生根到整個洗粒空 就只可以挖掉重新打洗粒空囉 表層的霉菌可以用漂白水沾棉花或濕紙巾濕 等待二到三小時再用牙刷刷除充乾淨 或是用除霉凝膠直接覆蓋 一樣等三小時用濕布擦乾淨就可以囉 可別以為學會怎麼洗就好了 預防長霉更重要 使用魔術鈴之類的加用清潔劑一定要徹底重洗乾淨 否則會造成矽膠長霉喔 浴室每天用完都要擦乾 就可以預防九成以上的霉菌滋生 菜掛布會刮傷浴室材質千萬不要用啊 應該使用棉布或海綿 啊 打翻了怎麼辦 地毯這麼大片清洗費很貴耶 飯店地毯最常見的就是打翻咖啡 紅酒 想要完全清乾淨就要馬上用乾布將液體吸乾 再用10M萬用去污劑 以1比500稀釋噴灑在髒污處 直接用刷子刷 再用乾布吸乾 重複以上動作 直到顏色不見為止 要特別注意喔 不能用水沖 髒污會擴散的更廣 中新聞報導